先来看看赖清德 这是赖清德当选党主席之后的第一胜 也可以说是让南投15年来变天了 那在今天我们看到了 这个是镜周刊一连串的报道 南投变天效应 他说赖清德将会带领党进入深水区 的确他提到了这一胜 士气大胜 那紧接而来赖清德要碰到的 就是立委的提名工作 恐怕才是赖清德党务工作的深水区 民党中央改在二月底通过 总统与立委提名办法 紧接着三月成立提名策略小组 立委初选登记将在三月二十号展开 比过去提早了一个星期 就是为了让人选快速定案 避免纷争越演越烈 党内认为2024的不分区席次 会少于2020的13席 政治组能否全部挤进安全名单 必会有一番角力 党内人是这么说了 过往派系瞧不拢都会有总统最后拍板 派系也会给党主席一定的空间 但如今小英已经不是党主席了 赖清德如何让大家心服口服 各派系当然都等着看 我们看到赖清德赢了这一战之后 镜周刊的报道 镜周刊一向都有非常浓厚的英系色彩 所以请教凯翔 在这个时候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的目的 是说不要让英系的火苗熄灭 也就是说赖清德就是因为赢得漂亮 怕他会整晚捧去 英系也好 或是其他派系要操作立委提名的这个部分 所以更因为赖清德赢了 更要放消息 我觉得这边新闻基本上还算持平 这本来就是赖清德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派系到底怎么样看待他的状况 未来要怎么样处理 因为现在状况就是 应该说他讲的每一个问题 我都不觉得政治操作的痕迹很深 而是他其实就是真的赖清德会遇到的问题 因为你的席次是必 是必你可能拿到的席次会缩小 那这样子生多周少 然后你又是一个新上来的 你要当共主 你要拿什么东西去摆平大家对你的支持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赖清德必须面对 那讲到说这场补选到底有什么意义 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不用 就是我们都生在媒体的圈子里面 然后呢收看我们节目 或是说关心难投补选的 可能也都是对政治本身比较有兴趣的朋友 但其实大家不用过度去夸张这一场 这一场补选他的政治意义好吗 分两个层次讲 第一个就是赖清德确实 他在总统被提名的路上 他本身就是党主席 那原本就是说可能三四月 三四月间就要决定党主席提名的人选 对不起 总统提名的人选 那或许呢还存在一点悬念 说有没有会跟他挑战 有跟他挑战 那现在他在南投攻下来之后 看起来在党内要跟他挑战 就算有心恐怕也无力 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说 赖清德在党内确实没有敌手 这件事情是确实的 可是呢当这件事情 当南投补选这件事情 你把头从这个政治 这个然后这个政治的染缸中 抬起头来 你会发现说 这件事情有多少民众真的关心 有多少民众真的关心 说未来北南投区 南投北区这一期的立委 这未来八个月选区 八个月的这个任期 是蔡培会当或是林明珍当 是国民党或民进党当 有这么重要吗 有多少民众真的关心 一早醒来给你炒个两 给你高兴个两三天吧 高兴两三天之后 回到真实的世界 你家巷口的超商买不到蛋 或是你家传统市场那边 蛋开始供应的不稳定了 蛋价开始涨了 然后呢缺药了 这件事情还是活生生的在 所以你赖清德 赖清德拿到这场南投 现补选能怎样呢 能怎样呢 仿佛它变成天大的事儿一样 根本就不是这样嘛 所以我不觉得说这场补选 然后要过度去夸张它的意义 然后同时回来讲说 这场补选本身 对赖清德的意义 我今天早上跟马文君委员补选 在直播 不是补选 直播 他跟我提了很多 他跟我提了很多在地的 在地的不同的角度 就是呢 就是很多 像我们从侯友宜开始讲起 说侯友宜没去 会不会引起什么什么什么 他觉得其实那根本就不是重要的原因 侯友宜不管最后关头去不去 都没有差啦 那是赖清德的团队 其实很早就下去布局之后 真的撒了非常多的资源 比如说呢 我们这是上次 上次就是我记得在大新闻大包裹 然后你们找出来说 像是那个计程车司机 上面就付两千块 给他贴那个 蔡培会的那个贴纸 有票啊 还有那种发文宣的 到处去竹山啊 去哪里啊 然后就发林明珍 林明珍在这边垃圾都搞不定的 垃圾这件事情 负面文宣的 一天两千块啊 你去发十天就是两万啊 他早就去找人干这种事情啊 早就去找人做这些事情啊 然后呢 再像在竹山这边输两千多票的地方 政长公开就是动员 就是跟林明珍过去就有恩怨嘛 然后呢 就动员所有人出来 就是要把它掀翻嘛 就是不给他当选嘛 补选 投票率低到四成多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比赛 比赛那种富士动员 我今天跟波基是同属一个社团 我今天跟委员是同属一个什么组织的 然后呢 我就拼命把你们动出来 就是陆军谁动得比较凶 而林明珍没有这样子的动力 也没有这样子的资源 没有动力 你没有心里上面的动力 人家觉得说你已经选 你已经选这么多次了 我要停你几次 我要投你几张票啊 够了吧 八年现场干完了 还要再干十个月立委啊 不用了吧 然后呢 嘴巴上跟你说 好好好 那倒是不想出来投 这种人大有人在 我都还有亲戚住在南投的 就说这一次不想投票了 没有什么要投 懒得跟什么一样 就是没有要投了 就这样子啊 然后再来 那如果心里面不想投的话 那要做什么事 资源啊 资源啊 这个不叫买票哦 请你去发传单哦 这是广告费哦 走路 对就是 就是公读生的费用啊 请你去帮忙发传单哦 那个成 民进党有啊 国民党没有啊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打赢的啊 你以为这件事情厉不厉害 是厉害 他知道 他知道说地方派行 哪些地方的恩怨 我就把他急大化 哪些人他就是 他就是在这个你知道 关键的 关键的人物 他有 他有情绪的 他有怨对的 然后这些人 然后呢 想办法加强他的动机 让他跳出来 帮忙奔走 然后再来 在关键的地方 下资源去 下资源去 然后增加所有人 出来投赛北会 一票的动机 因为他知道 投赛北会的动机很低啊 那加强投赛北会的动机 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黄金交叉 就是这样打赢的 他是一个选战技术面 不是说因为赖金德 当了主席之后 突然民进党 整个变得盛光 盛光就是闪闪发光 洗得白白的 这个黑金不重要 哪有 邱莉莉哪有会选啊 台南哪有黑金问题啊 没有没有没有 都没有 大家全部都忘记 一夕之间起来之后 全部人都像吃了这个 喝了孟婆汤一样 什么都忘记了 根本就不是啊 他就是技术面的问题 所以呢 不用去夸大 南投补选的 这样子的政治效应 他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这场战役当中 人家打了对的战略跟战术 那反过来讲 国民党不用觉得说 哎呀这个 是不是情势逆转 没这么严重 但是反过来 你也要知道说 自己在下一场战役的时候 要找出对的战略 跟执行对的战术 切实执行 这才是解决这件事的 最主要的方式 那其他的那种什么 就是很夸大的讲说 哎呀不一样 情势改变啊 什么什么的 那都多了 不过莱茵营内部 在检讨侯友宜 在怪侯友宜 这个我想要问一下 预防委员怎么看 因为今天 金中刊也出了一篇 说这个南投变天效应 那其中一篇是 打电话亲邀侯友宜 助选招聚 这个朱立伦爆气内幕啊 根据了解 朱立伦选前 曾经打电话给侯友宜 力邀他出席 林明珍选前之夜 造势大会 那侯友宜就说 另有行程 就拒绝了 让朱立伦是勃然大怒 挺朱人士说 身为一名要选总统的人 侯友的做法不明智 事实上南投的 补选输赢 与他无关 他大可去露个脸 借此拉近 与党内的距离 而前党务高层认为 侯友宜选前 虽然有前往南投 辅选一次 但以他的分量 还有高度 选前之夜 至少应该要 表态力挺 而不是等到被炮轰了 才紧急拜托 林明珍阵营 在现场播放支持影片 此举不就是落人口石 让挺朱派 找到机会做文章吗 可是我们看到 朱立伦针对这个部分 在今天有进一步的说明 他说 这个部分 他说事前 侯友宜有服选 而且选前之夜有录影 都表达了最高感谢 除了电话 也有当面感谢 至于两个人 之间是不是有发生不愉快 朱立伦说 谣言止于智者 事后不管是电话 或当面 他都特别感谢 这个部分 因为关于侯友宜 在这一刻 在这一局 又启动了岁月静好模式 所以预防委员怎么看 他是26号去的 他有去的 侯友宜是有去的 有去的 不是没有去的 我觉得林明珍是我好朋友 其实他是个老实人 我在立法院跟他在一起 也好一阵子 非常 就很老实 我用乡下的这个姿势 其实赞美人 没有一点要骂人的意思 因为我自己也是乡下人 他就是乡下人 他就是乡下型的政治人物 就认为说 我只要很努力的做事 就可以了 然后他本身口才也不是太好 而且本身就不是 巧言吝啬那种人 他觉得我就是好好的做事 就可以了这样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有点低估 因为你选得很辛苦 你要花很多钱 像赵斯都很花钱 那你选上只当十个月 我觉得他的那种吸引力 好像没那么大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就觉得一定可以选得上的 因为民调都赢了十几%了 亲敌 那国民党的不是只有林明珍 我觉得连中央也亲敌 你如果觉得侯友宜那么重要的话 你中央有没有要求侯友宜多去几次 侯友宜是26号是怎么去的 我是很清楚的 对不对 那你中央你可以要求说 你要多去几次 我想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后来是因为别人要求 侯友宜去他才去了 这个我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你说去怪侯友宜 我认为是不太有道理 何况他后来就也拍了影片 当天晚上这样放 我觉得我赞成凯翔讲的话 你知道一场战役 就是总统选举跟立委的选举 才是真正的战争的决战 决战以前会有很多的小型的战役 堆叠出来这样 那这里面都是有赢有输 有赢有输就像拿破仑一样 到最后才大败就跑不起来了 在这以前打了太多的胜仗了 所以我认为这次输 对国民党是个警惕 我认为输得刚刚好 你如果在真的到立委选举的时候 才输的话 总统选才输了 你就真的是完蛋了 最后一场才是真正的决战 所以你在前面的战役 这个所谓的battle 这个战役你输掉 我觉得还好 这就告诉你国民党你不要太骄傲 你不要太轻敌 民进党动用了所有的 你大概在人类历史上很难发现 一个补选立委 你看行政立法司法人全部都到了 你知道要干什么 这个是要打一场大决战的 这样一个正事 而且砸了多少资源 真的要统计起来 这个资源大概会吓死人 大概是突破历史的 这样一个记录了 所以他是以后泰山压下来那个阵仗 全命的去打这场仗 国民党相对看来就是比较有点骄兵 就是前面打得不错 然后民进党也犯了很多错误 看不出这次为什么他不会继续犯错 人家就是不会犯错嘛 对不对 这一次是你自己犯错 人家没有犯错 然后候选人说起来最大的因素 我觉得民进就是不适合打这样的仗 因为他太老实 太善良 太厚道